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区块链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链上的健身教练,打造强健的共识体系 二区块链的美食节,品尝分布是美味 三链界的时尚舞台,展示加密货币的风采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链上的健身教练,打造强健的共识体系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有趣的话题,链上的健身教练 首先,我们得明白,在区块链的世界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哑铃、跑步机或者瑜伽垫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锻炼出一个强健的共识体系 想象一下,如果区块链是一家健身房 那么共识机制就是那些帮助网络成员、节点、保持同步的健身教练 这些教练有各种各样的锻炼方法 比如工作量证明、Proof of Work POW、权益证明、Proof of Stake、POS和委托权益证明、Delegated Proof of Stake、Deep OS等等 每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锻炼计划 旨在达造一个强壮、健康、不易受攻击的网络体系 工作量证明POW,就像是那种喜欢高强度间隙训练的教练 他要求节点解决复杂的数学难题,以证明他们完成了工作 这就像是举起重量级的哑铃、非常耗费能量 在这里指的是电力和计算资源 但同时也能建立一个非常强壮的网络肌肉、安全性 不过,就像长时间做高强度训练可能会导致过度疲劳一样 POW也面临着能源消耗和可扩展性的挑战 权益证明、POWS则更像是那种倡导有氧运动和智能训练的教练 在POWS中,节点通过持有和锁定一定数量的加密货币来证明他们的权益 这就像是通过持续的有氧运动来增强心肺功能 而不是单纯追求肌肉力量 POWS的能量效率更高 因为它不需要大量的计算工作 但它也需要一个良好的饮食计划、经济激励和惩罚机制来保持网络的健康 委托权益证明、DEPOWS可以看作是团体课程的教练 他允许持币者将自己的投票权委托给少数几个代表节点 这些代表节点就像是健身房里的领悟者 他们负责维持课程的节奏和动力 DEPOWS的优势在于它能提供更快的交易速度和更高的可扩展性 但它也可能面临班级、内部的政治问题 比如权力过于集中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区块链是一家健身房 那么比特币就像是那个始终坚持传统自由重量训练的老会员 而以太方则像是那个不断尝试新健身器械和课程的健身狂热者 新兴的区块链则可能是那些刚刚加入健身房 充满热情 但还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的新人 总之 链上的健身教练们正在不断地创新和调整他们的训练计划 以打造一个既强壮又灵活的共识体系 就像在健身房里 没有一种训练方法适合所有人 区块链世界也在寻找那个能够平衡安全性效率和去中心化的完美共识机制 而我们作为观察者或参与者 就像是在旁边戳引着蛋白质奶昔 看着这些健身教练如何塑造区块链的未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区块链的美食节 品尝分布是美味 各位美食爱好者 科技迷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区块链的美食节 品尝分布是美味 这个概念听起来可能有点像是未来科技与传统美食的奇妙结合 但别担心 我会用一种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来解读这个充满创意的想法 首先让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美食节真的运用了区块链技术 那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区块链 这个通常与加密货币 智能合约和不可篡改的数据记录联系在一起的技术 怎么会和我们的舌尖上的美味扯上关系呢 想象一下你走进了一个充满了各种美食摊位的节日现场 但这不是普通的美食节 这里的每一道菜都有其独特的区块链身份 每个摊位都像是一个节点 而所有的食物信息 包括原料来源 厨师资质 烹饪方法 甚至是顾客的评价 都被记录在一个公共的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上 这意味着当你品尝到一道绝妙的烤鱼时 你不仅仅是在享受它的美味 你还能通过扫描一个二维码 立刻了解到这条鱼的一生历程 从出生在清澈的湖水中到被捕捞 加工 再到最终被烤制成为你面前的佳肴 这是一种全新的美食体验 让每一口食物都变得透明而有故事 而且 由于区块链的特性 这些信息是不可篡改的 这就意味着你不必担心谈主会夸大其词 或是虚假宣传 你所看到的每一条鱼的故事 都是真实可信的 这不仅仅是对味蕾的一次冒险 更是对诚信的一次深刻体验 但这还不是全部 在这个区块链美食节上 你还可以使用加密货币来支付你的美食 想想看 用比特币买一碗拉面 或者用以太坊交换一份沙拉 这不仅仅是一种支付方式的革新 更是一种文化的融合 一种新旧交汇的体验 最有趣的是 如果你在这个美食节上 发现了一道特别棒的菜肴 你甚至可以通过智能合约 来订阅这个摊位的未来创作 这就像是给你最爱的厨师打赏 同时确保你 能够第一时间品尝到他们未来的杰作 总之 区块链的美食节 不仅仅是一场对味觉的盛宴 它还是一次对技术 透明度和创新的探索 在这里 每一口食物都不仅仅是满足你的饥饿 它们还承载着信息 信任和未来的可能性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 分布式美味的盛宴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样的美食节 能够早日成为现实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链接的时尚舞台 展示加密货币的风采 各位时尚爱好者 数字游牧者 以及加密货币的狂热粉丝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链接的时尚舞台 在这个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里 加密货币不仅仅是一串冷冰冰的代码 它们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时尚标志 一种展示个性和态度的方式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加密货币的世界充满了神秘感和未来感 比特币 以太坊 瑞波币 这些名字听起来就像是 来自另一个宇宙的货币 而在这个宇宙里 每一种货币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比特币就像是那位穿着经典黑色晚礼服的绅士 永远保持着低调而优雅的风度 以太坊 则像是一位身着前卫装束的艺术家 总是散发着创新和实验的气息 至于瑞波币 它就像是那位在商务场合 总是穿着笔挺西装的职场精英 专业而高效 在这个链接的时尚舞台上 不同的加密货币 就像是不同风格的时装 它们代表了投资者的品位和选择 有人喜欢经典 就选择比特币 有人追求创新 就投向以太坊 还有人崇尚实用 瑞波币就成了他们的最爱 而这些货币的价格波动 就像是时尚界的流行趋势 时而高涨 时而低迷 让人捉摸不透 但是 链接的时尚不仅仅局限于货币本身 随着NFT 非同制化代币的兴起 艺术品 收藏品 甚至虚拟服饰 都成为了时尚的新宠 想象一下 你可以拥有一件独一无二的虚拟服装 穿在你的数字化身上 在虚拟世界中炫耀你的时尚品位 这不仅仅是一种展示 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当然 链接的时尚舞台 也充满了戏剧性和挑战 加密货币的价格波动 就像是时尚界的猫不走秀 时而摇摆不定 时而步伐坚定 投资者们就像是时尚界的设计师 不断地在寻找下一个 可能引领潮流的新星 总之 链接的时尚舞台 是一个充满活力 创新和个性的世界 在这里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属于自己的风格 展示自己的加密货币风采 所以 下次当你在考虑 投资哪种加密货币时 不妨也考虑一下 它是否符合 你的个人时尚品位呢 毕竟 在这个数字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是 自己故事的主角 也是自己风格的设计师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有趣的话题 链上的健身教练 区块链的美食节 和链界的时尚舞台 通过幽默和轻松的方式 我们一起探讨了 这些话题背后的深层含义 在链上的健身教练中 我们了解了不同的共识机制 比如Po PoS 和DeepoS 它们分别对应着 健身房里不同类型的教练 和训练方法 我们发现 区块链世界 也在寻找那个 能够平衡安全性 效率 和去中心化的 完美共识机制 而在区块链的美食节中 我们想象一场 能够通过区块链技术 追溯食物历程的美食盛宴 这不仅让我们的味蕾 得到满足 更让我们对食物的来源 制作过程和品质 有了更多了解 区块链的透明性 和不可篡改性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信任和诚信的美食体验 最后 在链界的时尚舞台中 我们探讨了 加密货币的时尚标志 和个性化选择 每种加密货币 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品味 就像时尚界的不同服装一样 而NFT的兴起 更让时尚进一步延伸到了 虚拟世界 展示个性和身份的象征 通过这三个话题 我们不仅了解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更发现了数字世界中的趣味和创新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话题 有什么看法或者疑问 欢迎你们留言 和我们一起讨论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